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部分是会介绍七丁五 当然会介绍一些新的基本概念 当然就是前面的同学包括read 包括一些影拍了都已经讲很多 所以说OLF内基本概念讲过这么多了 这边也会讲得比较快 首先 七临四世 七临是一个1910年历史的一个OLF的项目 它第二个项目会有带生于一倍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早的倍的 基于5% 然后后来是基于spark 然后它是开了一个顿部式数据仓库分析引擎 然后它是可以同样是支持标准的CPU 然后它是可以支持多维的OLF项目 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为我们这个多维的查询提供一个压秒级的一个降伏式能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七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图件 然后它底下的全组可以通常可以是这个 通常可以是HDFS或者是优称处子 然后它的核心图件在中间的这个黄色部分 包括一些像这个 包括这个Job Engine 就是数据加载 它通过Job Engine来进行调读 进行加载 然后对于一个的查询式 Job Engine进行一个分析 匹配到对应的所以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当前画质查询的一些没有加载到的规矩 我们的地方不适当到像其他的一些一些引擎 包括Buck 包括Hive 或者是其他的用途去整整的一些自己用来继续这些引擎 然后同时我们和就是像前面的一些画速度不一样的点 但因为国家有比较全面的比较智能化的 所以它能够去更据用户的历史 然后呢可以去更据优化物化师 就比方说用户对某个物化师 或者对美国搜尼它使用的频率 那么我们会收集我们的频率实践化进行将军 或者是如果它又选到频率比较少 我们也会在进行后台 那么这就是我们705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实践 对上我们可以支持各种数据产品 这通常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些平台 那么它通常可以使一些上游的一些数据产品 它可以基于70它的一些能力 基于70的一些Q 然后去开发一些产品 去定一些比方说指标性台等等 然后还支持BI 这里面通常是可以支持太远的和商业 BI都是可以支持的 除此以外我们就可以去支持Excel 这样用户在使用Excel的图示表的时候 也是可以把这个相应的分析 通过这种协议发给70 70也是可以将这种查询来执行加速的 70基本原理这里面就是Q 这里面其实非常形象 我讲的也比较快 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用户的关注的维度 然后用户关注这些维度下面的那些指标 这个就是用户使用 这个OLAP的一个通讯模式 然后为了快速的去把揮给用户关注的数据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直接把相应的数据准备好 相应的结构准备好 并且这个数据它是可以 相应注意的老师们的 就是它可以rollout 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查询可以非常快 这样一个结构就是 在书记 在70 主要是有两步 一个是书记加载 我们可以认为是 或者是 或者通常叫书记重建 或者叫书记加载 在这个部分 工作中 就是它通常是跟每天的ETL的 这个加载的流是 就是紧接着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 对用户定义的这个维度 和度量包含的Cube 我们就会给它预先的把 这些数据给你准备好 然后方便 第二天 这个上班来 就是数据分析师 他的查询工作 对于一个 这样的一个 用户关注的Cube来说 用户 我们的70在加载过程中 会根据用户的配置 将预先的这些指标 根据一些规则和用户的设置 进行预先的计算和保存 然后呢 最多 我们会把这样一个结构 给保存下来 你可以看到最上面 就是用户设置的维度 它所有的维度 我们都会 进行一个最细腻的计算 然后按照下面的一个结构 就是它的一个 可以根据最上面 进行这个 到下面的计算 然后 在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寻找 这个 在下最早的这样一个 这个维度设置 然后用它来进行查询 当然这个 如果我们计算太多 它当然也会计算比较慢 会占用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进行一些挑选 实际上也是有些策略 然后 上面讲到就是一个数据加累的过程 那么数据查询 实际上也就是 我们找到合适的这个模型 找到我们合适的模型之后 就是什么时候合适的模型 就是它有 合适的维度 在这个 这个查询 我们找到它 关注的维度和度量 之后 我们就找到一个 模型 那么在这个模型上面 它又会有 做干个pivoid 或者说 np 那个pivoid 也是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会 找到最合适 或最便宜的数据 然后 之后 我们就会把这样的 我们关注的查询 将它的join 将它的aggregation 将它这个scan 的这种算子给改写 这样好像也是基于 就是前面老师提到 这个Calcet 这样的原理 已经改写 那么我们就 把最耗适的部分 改写成了 这个cubed 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一个 比较耗适的部分 我们都相当于是 走一个紧进 包过去 我们看 右边这边是 有abc ab 相当于是 它是有很多的 这个无法实际图 那么我们 公主查询 我们会 适当地选择 一个最便宜的 然后把这些过 通过这个算子 一层层的 然后算 会得到一个 最终的一个结果 嗯 这张图是 对比的705.0和704.0 它的一个差别 然后 这个 橙色的 或者说黄色的部分 像是705 它可能会 有一些改进的一些部分 然后 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数据加载部分 Build Engine 我们会 我们会 重新的去设计 然后让建模的过程 能够支持 嗯 性能会更好 然后支持的场景 会更多 包括我们的元素器 也会重新设置 然后我们的插进行情 我们会 也会往这个 Native Engine 这个方向去走 然后这里的进行中 然后我们对一些 BI工具的一些支持 包括 Tableau 包括Smart BI 等等的一些 嗯 一些更多的一些BI 我们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左边 我们其实的架构 它的主要的一些特性 就是 普查阀的架构 然后 存储是基于 包括Grade 然后 固件引擎 或者说 我们数据加载的引擎 和固件引擎 都是Spark 当然我们也可以 去改进这个Spark 让Spark 具有Native 这样的能力 这个事情 是已经在进行中 嗯 应该是在今年 年底 或者是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 在社区的一个发布 另外就是 就是前两个周五的那个时候 一位的同学们 在做那个分享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 嗯 改进我们的这个 这个Cover Engine 它的这个能力 也是在往Native Engine 的方向去走 实际上 社区也就是 在这个Native Engine 的方向 也是有不同的 就是方案 不同的开发出来的走 实际上已经 嗯 开发的有 两年多了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其中一个特性就是 高病吧 标准DQ 我们支持各种 这样的一个 API方式 包括我们支持各种 普遍工具 嗯 我们的用户实际上 也是 嗯 非常的多 因为70也是有 实际的历史 然后 国内外的用户实际上 也是 嗯 非常多 国内的像 费客啊 像一些 有人啊 用户实际上 或者像我们 国内的用户实际上 也是有很多 以为 嗯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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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70社区在最近的 一年实际上 是 嗯 非常的活跃 尤其是在 705这个 我们最近一年 是 已经发布了三个版本 还有两个版本 在计划中 还是最近 嗯 一年会发布五个版本 然后 在 我们 这个 这个 它仍然还没有一个 正式的一个 呃 嗯 记得百分多前 是 705-10-0-beta的版本 然后 在最近的 一年内 我们 有 差不多有60多个 贡献值 然后 更新了 嗯 嗯 嗯 这上面 就是 我们来讲一下 70它的一个 嗯 它的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 基本原理 嗯 接下来 我们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麒麟馬上正在發布這個Veta的一個現狀 然後呢在此之前就是去年的時候 我也去講了一個麒麟圖的文化 然後當時提到麒麟圖的路線圖的一個主要是 新的原書具,新的介面,新的建模引擎 還有一個是雲遠身,還有一個是Gating Engine 然後即使這個Veta版本就是前三個已經是完成了 後兩個也是接近的鬼神 所以前三個就是我們有新的見面其實的建模引擎 然後新的原書具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在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其中Veta的當前它的一些效果跟著跟你們一些分享 直接是做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的產品 然後這是其中Veta的一個或本地的一個部署 然後這是個數據導入幾多的流程 然後就是我們全新的介面實際上也是 使用起來會比我們當前的704版本會更加的便捷 所以我們在導入TPCH的一些相關的表 然後這裡我選擇了對手機的採樣 然後直接點load 然後這時候整個表就已經架載到啟動裡面 然後在這個表裡面我們可以看非常方便的看到這些表 然後包括它的一些metrics指標 然後後台立刻已經在啟動一些任務 進行一些這個表的一些採樣 包括它的一些最大值最小值包括這些圈 這個實際上就是清晰的一個故事 透過這個使用還是非常的便捷 所以當它的表已經建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進入一個建築的過程 實際上建築的過程也是非常的簡單 在一個頁面上就可以完成幾乎所有的動作 就是我包客玩你想設置關心的維度表 度量 連接關係等等 這裡面也是同樣是拿剛才那個TPCH的這個表作為實力 這裡我選擇試試表 選擇一個其中的一個試試表 把它進行一個標注 然後呢其次我會去把我關注的一些維度表 你會把它給它拿出來 拖出來 這裡我選擇就是slide 然後呢這些黑色的表 它都是維度表 藍色的表是適時表 然後這些表之間的join關係 直接通過plugride等 直接就可以進行一個設置 然後表間的連的關係 join的p也是在這個界面進行設置 然後這裡面兩個位的表之間 還可以進行join 然後選擇一個join關係 然後這裡還可以選擇 是否使用拍照還是不選拍照 然後進行融色 然後這個表的關係已經適合了 接下來增加一些維度 這個維度實際上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幾數 實際上就是在數據夾的過程中 表價的過程中進行一些彩標材量 所得到的一些基數 我們可以看到哪些是高級尾 哪些是低級尾 然後我們對管心區的這些維度 進行點選 這樣直接就可以選擇我們管心區 這樣的一個維度 使用戶可以不選擇 一個要看合照的方式 這個對於任何一個 同學來說 即使它們有配搭背景 也是非常簡便 非常容易入手的一個方式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添加圖度量 這裡面包括 包括Sign,Min,Max,Cont,都是可以添加的,包括Count,Distint,等等等等都是可以添加的,这里面就是简单的点击几个,在这样一个页面上就是关于表的关系,维度,度量都已经设置完成,然后这时候再设置这个时间分区列,然后这里也非常智能的可以自动识别这个时间分区列的它的格式,也是后台直接有一个, 就是进行一个提取和识别的,然后这样的模型就保存好了,然后它默认会保存,会创建两个index,那么这两个是刚才那个puboy书里面最上面的一个puboy,其中有一个是回答锯口,其中有一个是锯口所应器的,另外一个是一个明细所应,分别用来回答锯口,这个是第二点,这个是第二点,就是刚才那个就是, 已经完成了这个锯口的过程,就是它分别把这个模型里面整个已经完成了,定完事之后就会得到一个锁影,然后这时候再点击购键,去选择一个时间区间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购键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完。 嗯,在上一步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模型里面整理好了,之后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光纯,它已经是,呃,完成了这样一个故意加载。 然后数字的 storage 是四百多兆,然后其中有两个分别是给它美金所应,然后就是这样的查询。 然后任务已经完成了。 之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然后这里头我抽取了一个cq,然后正好是和那个cq是匹配的,这个关系是匹配的,然后维度的度量也是匹配的。 嗯,是后,嗯,有助理条件,然后进行查询。 然后查询也是非常的快,然后也是非常,嗯,也要清晰的反正是用哪个模型的哪个所应进行,嗯,回答。 然后对于查询的各个阶段号是也是非常的,嗯,清楚。方便进行查询这段。 嗯,这个就是一个查询的过程。 实际上,嗯,并且这个查询之后,它也可以看到这个,嗯,查询里面哪个所应该使用。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它的 usage 。 然后,嗯,查询完之后,也会变成一个对应的那个数字。 然后也是非常清晰的可以评论到,以后也带出了它的使用频率。 这样也是非常有利于后面EGXU-Bud穿的一个,所谓这个数据支撑。 啊,嗯,嗯。 也不适时的版本就是运动作可以在页面上进行自定义一些新的维度和度量 这些新的维度度度量自己与现有的维度进行一些转换 就通过一些系统方式直接逐控的系统方式 然后生成一个新的维度和维度量 这里面就是哪个日期举例就是 比方说我关注上半年和下半年 我可能不关注这个是 目前是每个日期这个时候可以写个K-Span的一个维度 然后甚至一个新的维度 这个时候就可以非常简便地去在页面上添加一个我分析师很关注的一个维度或者说一个指标 这里面同时又创建了一个新的一个维度 这个是一个根据不同列进行谷歌到一个实际利润的这样一个维度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创建的这个表达式架到维度和渡量里面 对这个刚才是这样架到维度里面 然后渡量再把它架到一个渡量里面 然后选择刚才的那个表达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一个渡量 这个同样也是在这个界面上进行操作 就是非常的简便 我们进行给它设置一个柜柱 方便后面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们就不用去动底层这个数据的这个表 然后直接在意面上进行操作 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关注的一个东西 然后也是非常好 非常简便非常快速的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分析 然后之后去点击这个Build Index 我们在主板的那个相应的Index勾建完成之后 相应的那个新的那些创建的结果 就是这个重要就可以直接被查询 那这也就是出发新的Build Index的任务 这时候这个数据导入的这个任务就是在出发过程中 好 然后这里面就看一下就是这个数据已经任务完成了 这时候这两个分别是刚才创建的表达式 一个是Half Yet ET 一个是Portrait Dollar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在页面上创建的两个页 实际上就立刻被查询了 也是非常的方便就是可以在页面上去 嗯 去定一些表达式 然后可以非常方便的 方便这个业务分析去使用 然后在这个查询这个 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到 更好的看到这个查询历史 包括它的一些Index 它的一些属性 包括它的一些顺序 包括那些Shutby的一些设置 就是可以在这个Art History这个Tab可以看得很清楚 另外这里面也是感谢一位同学去提供一个Dashboard 这样的能力 实际上也是非常故事观的可以看到 七宁他刚前的一些 一些成本 包括他的加累时间 他的一个膨胀率等等 就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好 这里面就是刘宜石坚云 这里面就是演示了一些 要重要的一些流程 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流程 并没有演示的到 然后包括一些对 SEE2的一些支持 包括什么 什么的拉链表 还有包括一些 更多一些DI的支持 证明就不依依电视了 仍然就是 七宁除了这种旗团上的旗幼化 它背后的在 这个查询和构件上 也有很多优化 实际上也是 可以支持 相对于之前XXXX 可以支持更多的场景 所以 你列举两个 两三个吧 是比较 嗯 相对于XXXX 比较减低那些使用场景 嗯 然后 嗯 接下来一部分 就是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嗯 奇名5 它 嗯 接下来的一些发展 它 嗯 我们接下来一些开发的八部计划 其 嗯 奇名5 可能会相当于 自新的版本 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使用场景 嗯 真理由在 就是 和刚才那个 嗯 前面的一些 演示进行一个总结 包括 奇名5 相当于之前的版本 究竟呢 这些提升 这些也是和去年的 分享 是 嗯 非常的接近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提升也是非常非常多 包括原数据 我们进行的原数据的出购 嗯 然后第一点是原数据的出购 使得我们的功能的 一些 大型功能 会变得更加简单 然后 第二点是我们数据源 也是有更多的数据员 可以支持 相当于 呃 其实是 同汉的 对 然后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管理 相当于其中再过 我们支持更多的所有的 所有的 以及 并且我们的 所有的管理 有更多的这些 方式去获取它的 metric 并且所有的管理 也是可以 自动化的 去 嗯 根据用户的设置 根据查询历史的一些习惯 进行一些 推导 和 嗯 和 去进行 幽默 保证它的一个 嗯 呃 呃 它的一个 嗯 一定的一个 证据量的情况下 它们就能达到 一个最好的 一个查证价格 效果 然后包括 查证 幽化技术 呃 读文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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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也是 呃 在这个情况页面上 并且能展现出的 实际上 包括 不能收入器权 或者一些 或者开验式 这样的一个 读文化能力 实际上 也是 在最近的一年中 持续不断地去计较到 其中文化出版本里面 读文化技术 就是刚才的一些 QBOID 实际上 也是 可以 呃 定期地去触发一些 定时任务 进行 呃 合并 淘汰 或者说 甚至可以推荐出一些 新的 呃 QBOID 实际上是 可以 通过 所有的一句话技术 不断地 在后台智能地去 实现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 不要求用户有所改制 然后 除此以外就是 支持BI 实际上 在其中文化版本 应该是对 像 Power BI 或者 Tabro的这种 BI 有更好的支持 相对于 704来说 可能之前的版本 对 Softex的 这些部分的 这些开源的BI 然后其中文化 会在这方面 会做得更好 甚至可能会支持 Excel 当然 目前还没有支持到 呃 除此以外就是 高级的一些 一些 用户场景 包括这些 呃 在这个模型上面 直接定一些维度 呃 定一些新的协列 包括支持一些 像这种 拉链表 SED2 这些都是 呃 在 705里面才开始支持的 然后最后一点 是大家能看到 就是我们的全新的 这个建国页面 实际上 也可以反映出 705相对 704版本 在这个 BI的 在这个 前端交互的这种 实用 用户体验上 还包括它背后使用的 这些 前端技术上 都得到了非常 呃 明确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升级 然后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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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列在这里 然后 呃 就是 我们的 Map 实际上 还有两点 没有 呃 一个 一个正式的完成 就是包括 相电化引擎 和P8S部署 然后这一块呢 实际上 呃 还在 博丹的 修复Bug 和一些测试 过程中 那么 实际上 它可能会在 最后的 这个GA的百分钟 甚至是GA之后的 百分钟 它会正式的发布 然后 目前 呃 包括一些 演出剧重播 包括 各种 建国引擎 包括 呃 前端的一些 重播 都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 我们目前的 发布贝塔 那么 在贝塔之后 我们希望 最后 我们可能 过在年底 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能会发布一些 也希望 就是社区的同学 会有机会来去 尝试和 使用我们的这个 新的版本 去提出 呃 包括的意见 好 然后 其中的图 实际上 嗯 根据我和 我们的 微博同学的 一些总结 可以 嗯 定位以下 其他 几个点 就是 低门卡 实际上是 呃 用户使用的门卡 也就是 用户可以 呃 可以 不懂 CQ 可以 不懂 很多东西 但是 你只要 呃 可以 比较简单的 进行 在页面上进行操作 就可以去 使用我们的 清晶 然后 用户的使用体验 也会 比较的 嗯 好 因为有很多的 就是我前端用 提示 会 让你的使用体验 会比较的 简单 然后我们对 这种 DI 的 塑料 也会 进行支持 嗯 其次是 低成本 然后 我们也希望 就是像 秦军从事介绍的 就是 可以 嗯 更加的 我们相信 秦军 还在开发过程中 仍然没有 嗯 这个 进入 开源时 存在 而 供应 然后 其次是 Dating Engine 和这个 所谓 优化的策略 是 让我们这个 清晶 更加的 高兴呢 就是 我们数据的 价格更快 可能差距会更快 这个事情 也是持续在 对应的过程中 然后 最后的是 一个 就是 应用场景 会更加广泛 包括 我们相信 这个 清晶 它的一个 完整的 一个 形态 可以支持 各种各样的 一些使用场景 然后 包括 一些 主标平台啊 包括 这个 数据的 自助分析 平台啊 我们相信 7.5 它的一个 完整形态 就是可以 支持 各种各样的 一个 应用领域的 然后 最后 一个 页面 我会 在大家 去 分享一下 就是 清晶 它 未来的 一个 使用场景 或者它的 使用体验 或者 可以 给大家带来 一起 带出一些 可能性 就是 我们内部 清晶 组的一些 开玩笑同学 我们认为 清晶 组它应该是 有能力和 潜质 成为一个 现代化的 数据分析 平台的 一个 稳定 可靠的底座 然后呢 它 通过我们的 这些 提到的 能力 包括 低门槛的 使用 就是 友好的 使用体验 包括 它的一个 底层的 对 PayBrize的支持 然后 让它可以 自己一个 产生的顺缩 还包括 它可以 智能化的 进行 这个 所谓的优化 特别 可以让 智能化的成本 可以得到 灵火的一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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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 灵火的 使用 我们不会有什么 习惯 还包括 我们在 对这种 Pi 或者说 我们对上层 利用 以后 感觉的这种 可能性 然后这里面 就是 这个例子 这个图里面 就是 对最上层的 这个 蓝色的 这一块 就是我们相信 就是 用户可以 基于 一个完整的 705的 这个集群 包括 705 和它 里程所依赖的 NITX Spark 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个实际上是 就是 一个同学 在做的 一些 扣文 像 Kinnitus 这一部也有的 NITX Spark 这样的项目 它也有多项目 然后 接着我们 接下来 这个 Kitei S NITX NITX 使用来 真正的 完全 包括 我们的 这个 Tool 然后 应用户需要 在 金融组的 这个集群 这个 完整版的 这个 使用的 基础上 然后去 可以非常简洁的 去开发你的 这个 上次的 这个 图局 应用 或者 你想 开发一个 指标平台 那么 你可以非常 方便的 进行一些 指标的一些 能处 指标的一些 管理 这样来说 可以 在 云上 或者是在 我们也可以 非常 好 去 开发一个 这个 主要 平台的 这样一个 可能性 这也只是一个 拷转引力的 一个想法 当然 我觉得 这个目前 也是在一些 场景上 进行一些 使用的 所以 这个是 目前一个 我们 内部在 探索的 一个 主要的 一个 方向 当然 我们相信 就是 其他的 比较 常见的一些 场景 是网续 可以支持的 所以 这里面 是一个 投转引入的 一个 一个 建议 然后 这个就是 我这里面 对于 705的一个 拆强的 主要部分 然后 我们相信 就是 705 接下来的 开发 接管里面 实际上 会 途间的 把 当前 没有完成的 部分 包括 做 Multimension 和 银上 部署的 这种更好的 一个 部署形态 支持的更好 然后 等那个时候 我相信 就是 轻入的 这个事情 这个完整的 形态 好吧 行 就是 这就是我分享的 部分 不论来 要有点 问题 就是 你查语使用的 那边 对 有个 查语使用的 那边 对 对 如果 软件到那个 软件到那个 那个 软件到那个 这个 问题 这个 Xquiter 它 软件到 查语使用的 学数据 相当于是 某个 时间分片 我直接把那块 数据给管下来 就是说 把那块数据给管下来 把那块数据给 把那块数据给 就是说 把那块数据给 放到 这个 然后 后面的这个 查语 比如说 你使用了某个 模型的某个时间分片 然后后面的这个 查语都会 都会相当于有记忆 都会去调布到哪里 上面去 让它有个技术 也是 就是 云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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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或者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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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 这个 这个 这 这个 这个 在 看 这 什么 这 这个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